前天我发了我到W酒店去喝下午茶 结果他们那儿员工告诉我关门了 我发了视频以后没有想到 居然W酒店的管理层也能看到我的视频 所以他们就主动来联系我 邀请我到他们W酒店的下午茶去品尝一下 说他们现在只不过是因为疫情的原因 整体在装修 趁着没有客人嘛 装修好了以后能够用更好的方式来迎接客人 那如果我愿意到酒店去 他们愿意为我专程的来做一次 但是我告诉他们 哎呀我说我已经离开苏美岛了 我下次如果有机会的话 我再到他们酒店去吃一个 喝一个下午茶 一觉睡醒又到快十点了 我们到市中心去转一圈 看看市中心的那些猴子 然后我们就回青麦了 这个城市到处是猴子 你们看到了吗 这么多的猴子 在这个地方 他们还会跳到这个水池里去玩 还会去游泳 这里你看看 哇 直接 哇哇哇都从树上跳下来了 哈哈哈哈 在这个铁路边上 全都是猴子 火车来了 这些猴子就自己会走开 火车走了 他们又都爬到这儿来 满大街的猴子 在这儿跑来跑去 感觉像到了印度 特别是你看 还有这样的这种古佛塔的建筑啊 真的是像到了印度一样 看看路边的汽车下面啊 什么 全都是猴子 这个城市叫华富里啊 真的非常的特别 前段时间新闻里还放 猴子抢吃了 猴玩 我们今天要弄点吃的给他们试试 猴子们看到 吃的可开心了 都来了都来了 那个就比较厉害 你看那个 那个最厉害 那个最厉害 全部霸占着都是他的 看满街的猴子 车上面啊 什么都爬上去 屋顶上什么都有 这个好像有点胖了 跟我有点像了 走了 他们都直接就在这个车上 都在这个车上 哎呦 他对我好像不太 不太开心嘛 看我过去 这只猴子在吃榴莲 这么爽 哪里来的榴莲 从猴子城出来 我们一路又开了几个小时 现在到了纳空沙旺了 纳空沙旺最出名的 就是这个日本小蛮偶微标记的 一种饼 一种点心 到处都是这样的专卖店 我们进去看一看啊 各种小点心 这个就是这个 我买点回去 送人 给我们家阿姨 买点这种小零食 回去吃吃 帮我们家看猫啊 辛苦了 再去买点水果吃吃 又是这种 一袋一袋都切好的水果 很方便 直接拿来就能吃 这个云真的像假的一样 画出来的一样 终于在天亮前回到青麦了 现在是下午6点钟 我们是10点钟开出的啊 6点7点8点8个8个小时 这么一圈玩下来以后啊 回到青麦以后明显的感觉到青麦萧条了 真的萧条了跟我们走的时候完全不一样 我们刚走的时候就感觉好像疫情跟我们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 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也都不戴口罩了 因为我们走的时候好像青麦连续多久都没有新增病例了 那么一圈逛下来以后 然后我们也从新闻上面也听到了很多很多关于青麦的消息 变成了一个重灾区了 然后这一次回来以后就忽然的发现 哎呀几乎是所有的店铺都关门了 那所有的饭店啊咖啡馆啊都禁止堂食 我们也就没地儿吃饭 包括商场里所有的那些餐饮也基本上都只能外卖了 那我们也没办法只能是叫外卖 还好现在网络比较发达嘛 可以用grab啊或者怎么样的叫一些外卖 那么说到这个呢 那我就会想到有很多的朋友在问我 哎现在青麦不光是青麦了 就整个泰国啊又没有游客了 是不是那些店铺啊黄金地段的地方都关门了 能不能捡到漏 还有人问我是不是能够买到那种很便宜的旅馆啊酒店啊 或者黄金地段的店铺啊什么的 这个怎么说呢 确实所有的店铺也都关门了 那么要捡到漏呢 我也和各种路上碰到的人啊也都聊了 也都说确实是有机会捡到漏 但是呢我要给大家也泼个冷水 首先你在国内也行 你在其他任何国家也行 你想通过网络或者是通过一些图片 或者通过一些视频 你就想捡到漏 我觉得这个可能性几乎是零 为什么那么说呢 就你们也看到我在苏美岛吧 我碰到的那个王先生啊 也在聊天的时候也说起了这个话题 就说哎呀看看好像很多国人都回国了 其实真正现在待在泰国的华人还是不少 就包括我们这种新华人吧 就中国人吧 就是啊就也不算移民 这一类的人也非常非常多的 还是居住在这个地方 那再加上还有泰国的当地人 还有一些外国人 那如果有漏的话 其实我觉得咱们这帮人肯定是先捡了 你说对不对 那之所以现在还有那么多的店铺 也都关着门 那就说明大家也都不看好 知道现在可能价格会便宜 会怎么样 但是感觉也是遥遥无期 你真的拿在手上也有可能会砸在手上 所以也就是觉得可能算是机会 但是作为大家想把握这个机会的概率还是很小 特别是人没有在这儿的 另外呢还说就算你人在这儿 你看到了这些店铺 看到了这些机会 你想抓我还是要奉劝你一句 坑肯定是要比机会多得多了 你说对吧 另外呢我还要说就是 最近有一个台湾的一个朋友吧 他给我留言 包括后来私信我跟我说 我看到你们这些在泰国的这些博主 发了很多关于泰国的信息 关于泰国的一些生活的东西 都是比较美好的 都是非常令人羡慕的 他想把台湾的房子卖了 然后说是要到泰国来定居 关于这个事情我也跟奉劝他了 我觉得像我们已经到我们现在这个年龄了 要去做的事情的话 最好要去做一些可逆的事情 不要去盲目的做一些不可逆的事情 我有说不管你是在国内的什么上海 北京这种大都市的 或者是在其他的一些地方 一些城市的人 你要考虑好 如果你把房子卖了 你跑到泰国来 如果生活不便利 想回去 我觉得你是回不去了 因为你一旦把那边的房子卖了 你想再买回来的这个概率会很小 对吗 如果说你手上有闲钱啊什么的 我也觉得钱不是大风刮来的 你也不要盲目的去做一些投资 如果真的要到泰国来 我一而再再而三的跟大家说 你要来 你要觉得真的适合你 你再来做决定 真的适合你 怎么样才能真的适合你呢 那你就是到这个地方来租个房子 待个几个月 待一个月还不够 我觉得起码待个半年吧 待个半年一年的 你才能真正的感受到这个地方适不适合你 另外一个你刚来的人都会有新鲜感吗 头一个月特别新鲜对吗 头半年哎呀都没玩变了是吧 你一旦在这个地方 你一年两年待下来以后 其实也会腻 你看像我这样子就疫情吧 疫情到现在已经一年半了 像我在这已经待了一年半了 那在这个地方一年半的这个时间 我经历了两次孩子 三次孩子的假期了 哪都去不了 我只能在泰国 从北往南任何一个府吧 七十多个府我全走遍了 这一次又是两个月 两个月我又是那么玩一遍 我都玩腻了 真的玩腻了 我也很想走出去看看 因为按以往的假期 我肯定是满世界的各个国家去体验不同的风土人情 那这一次我在这个国家我一待 我就觉得哎呀什么都玩过了 什么新鲜感都没有了 就是这样 所以你要去做这些决定的时候 你也要考虑好 你也许在你的城市呆了那么多年呆腻了 你觉得可能泰国很适合你 但你真的来了 你要想在这个地方 如果那么多年你呆下来也会呆腻的 是不是 所以我也要奉劝大家一句 还是这句话 就是我们这个年龄不要去做一些不可逆的事情了 要做出选择的情况下 你要考虑一下能不能回头 这个事情如果是能回头 那就没问题 你可以无非就是可能花了点冤枉钱 对吗 但是我也享受到了 那你如果这个事情回不了头了 那我劝你千万千万不要去做这样的决定 好吗 好了 那么今天的内容就先到这里 我是肖恩 如果你还没有关注我 记得点击关注 我们下期见 拜拜